然後今天是一個溫馨的小場景 所以我們就直接 大家應該都有來過吧 有人沒有來過嗎 有一個霸國人來了 那我們就先開始 因為今天主要會有這個提案 叫做設計國家平台 我們折舞之後會有不定期的舉辦 一個系列的活動 所以有關於用設計 作為手段的話 我們應該如何去呈現我們 在國際上的台灣 這個自於 作為一個國家的形象 那我想如果 因為我自己也在設計公司上班 我想如果把設計這件事情 我們先不要講那種序幕表達 比如說悲感 這種不是 就是沒有辦法沒有準則的 我們把設計它搞到國家的層次的話 以設計作為一個手段 那它如果可以是 作為在國際上處理 或是表達議題 不見得要解決就是 處理或表達議題的一種 一種形式 或者是可以作為行銷 一個國家的策略的話 設計跟設計師 可以為這個國家做什麼 這個系列會是比較偏向探討 這樣子的問題 所以今天第一場可以請到蘇明 蘇明本來是建築者 蘇明是建築師 那它現在在其中製造 那也是在做一些 所謂的 之前稱為野生外交 可是最近好像不太在用這個意思 就是我們會成為事件策展 那因為五月中 還是五月巧 五月十七到二十一 二十七到二十一是 三月十一日內華的會議 那台灣沒有辦法參加 所以這一次蘇明這一群人 就發起了一個世界策展的運動 那之前在二十一年的時候 的米蘭市博會曾經辦過一次 米蘭外帶國家館的這個展覽 那是把台灣的食物帶到米蘭去 但是這一次的門檻顯然比較高 因為這次要談的是醫療 所以今天請到蘇明 還有一位馬上未到的江醫師 他是醫療部的發言人 等一下來為我們談一下 他上一次的行動還有這一次的行動 還有可能會需要的一些資源 今天來跟大家爭取 爭取幫忙 謝謝 各位大家好 我是蘇明 那因為我想說今天 我自己是建築人 但是其實 咖啡道好像有做空間 其實 那個現在也不太是我的本業 因為我現在有點博物整理 也做一些項目 那我自己的項目大概 其實不能說是我們商業型的項目 大部分都是自己發起 自己找資源的做法 那二十一五年的時候 那個詞 我記得那時候會有來 好像有來折我拜訪 陳文全老師 對 我拜訪他請到他是異見這樣 那時候其實我們也是 避不所有 但是想要去理 想要讓台灣的土地 可以看到 那我今天放這1982年 是 我想問卷一下 就是說 你是1982年後出生的 我現在已經是大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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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的時候 明明有一個笑話 欸江一知道了 江一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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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語談的方式 但我會先說兩個故事 一個是2065年 另外一個是2018年 那2015年的時候 那時候異議題曾經大巨蟹 有時候在瘋傳一些 幾年級生比較慘 大家知道其實那個 飼料筒 最慘的是哪個年次 最慘的就是 就是我 我們那個時候其實是這樣 所以我還參加最後一次領考 1982年是很衰的 所以還參加最後一次領考 就是一個強壓制的 然後 我小時候其實一直到國小的時候才 這個幾年 所以其實我們的上一代 就是教育我們上一代裡面 都還是過去 比較前規時代的人的一個教育項 所以其實我們要做一些補貨 其實相對是比較困 可是1982年出生了 後來其實到年考之後 我們在大學的時代裡面 就開始那個CUE在表達 然後在畢業的時候 過了十年後 自己發展就發生了 所以其實一元創在 重要的階段裡面 所有的史書 最糟的幾余都會落在我們身上 可是今天要講的故事裡面 就是這群人 他有一個新的 沒有辦法 太遠了 那18的事件是 有一些年輕人 他其實是在網路上發行 那時候是在BGD做一個工作 等於是大家想去設想的一個前提 就是怎麼樣用這個力量去 把台灣的文化帶出去 那那個時候為什麼有這樣的動機 那那個時候為什麼有這樣的動機 可以先看一下那個USB 那USB是甚麼 在左邊 好 我們先開一段影片 先去幫我看 好 我們先開一段影片 我是武士堯 我是台北市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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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清潔 我是小貝 我是高次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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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候 我直播了遊戲之後 那個時候 我會看那個剪輯 當剪工作的畫面 像是 那那個時候其實有一個 特殊的東西 就是 其實那個影音 我們沒有辦法搭回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說的社會氣氛其實是最重要的 所以在那個時候在推動這樣的事情 其實我們到時候很快做的一些迴響 他也有很多次攻擊的參與 然後那個時候2015年的時候有一個議題 其實就是米蘭市府 我們會做工作宜的原因就在於說 米蘭市府那個時候 米蘭政府邀請台灣參與的時候 台灣其實晚去跟參與 所以那個時候其實在民間會非常的激憤的原因是因為 市府會是我們一次的一個大的國際活動 可是這一年的國際活動的主題 其實剛好是台灣人的一個就是痛點 就是這主題是關於食物 所以那時候網路上很多人討論就是說 台灣的食物為什麼沒有辦法去 因為在那個時候是台灣人裡頭 還有一份驕傲、憂鬱感的一件事情 可是食物卻沒辦法參與 所以那個時候網路其實一陣廢禮 就是為什麼我們現在的小吃 沒辦法去參與這個社會 或者說為什麼這樣的一個食物文化的內容 沒辦法做這些產業 所以那時候大家其實是很激情 其實是認為說 我們應該能夠呈現出一些太過分 那私博會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在於說 每一年主題因為 每一次的主題因為不一樣 所以在柯林五年會走廢禮當初 我記得那時候很多的前輩勸我們 其實是下一次再來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這個經驗 就是你現在想做一件事情 然後前輩就會跟你說 你要準備幾天 你可不可以下一次 包括今天我也一直聽到這件事情 可是有一些事情 其實他沒辦法真的等人 因為2025年的主題是十五 而且下一年的主題 就不是大家台灣所關心的議題 也就是說 在一百多年來的私博會 這個意思裡頭 遇到一個台灣其實社會 普遍有共鳴的這個議題 其實是非常非常浮淨的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認為說 不論如何其實我們必須要去 這就是那時候 動機的一個前提 所以剛才我們今天做了一個小活動 這個小活動其實 比較像用設計的方法 我們做了一個貼紙 那這個貼紙其實他的 概念來自於就是我們的搖杯文化 我們把這搖杯文化上面的那個資訊 變成一個新的怪物 那這怪物的其實突顯出其他的訊息 也會讓這些其他的訊息 可能帶到台灣其實其他的十個文化 所以我們因為一開始沒有資源 所以就先把這一個貼紙 先把它變成一個 每一個大部分都拿不到 那那個時候其實 台灣咖啡店一直扮演比較重要的角色 是因為 台灣咖啡店的大部分 其實更多進行的 社會討論跟參與思考之下 那所以我們讓他的TA 先鎖定在咖啡店的這些族群 特別是咖啡店或咖啡店 讓這些族群先能夠看到 台灣其實應該帶走 而這時候跟一般的傳統的 設計師不太一樣的地方是 我們大概先開放一些參與 過去的設計師是 就是你很難去動搖他現在對這個設計的作品 你其實很難 這個意志其實很難被打破 可是那時候我自己個人認為其實 這是屬於大家的事情 所以如果讓他變得比較像社會設計的過程 所以那個貼紙裡面我們那時候的訊息 就是希望他是能夠讓大家填寫 填寫其實你覺得應該這一次的策展 應該要是帶什麼東西 那剛好其實原來的主題 非常非常的輕而易 非常高 所以我們就定義說 在網路上的那個民調 或者是大家看到貼紙 都夠填寫的那個訴求 比較簡單 也希望帶台灣的什麼樣的食物過去 那我們想像其實就是 它有很多的食物其實都可以被蒐集下來 它代表其實是台灣人的一些意思 如果不代表這些食物就一定會變成一個沾染的內容 而且更有趣的事情是 到最後其實不只是食物 你會發現很多人會填其他的東西 那不是一個壞事 所以它可能會填著玉山應該帶去 或者它填其實台灣的人情味 或台灣的風情應該帶去 那我覺得這些都很好 它這個意思集中的過程 都可以代表成一種社會的價值 後來其實有一些媒體就發現了這個 發現了這個活動 那這個活動就慢慢一起一些渲染 那有一些報紙 他們就做一個比較大平復的報道 那希望能夠把這個報道的資訊 能夠傳遞的圖詞 可以讓大家更了解這件事情 我認為這時候啊 就是說 就原來的建築 或者設計圈來講 它就有一點不一樣 因為它變成跟社會的資訊連結比較小 那以前其實 我們自己設計的其實 在做這個設計的時候 那大部分都是跟自己對話 所以當你變成跟社會新聞連結 一起來討論的時候 你對自己設計在做的方式裡面 就會產生一些很大的不同 那這個不同今天就代表成 我覺得後面還有沒有辦法出現 然後也有一些美術館 它就會開始提供一些場所 這一場所是 他們希望能夠在出發前 能夠開始做一些 這些人戰爭的預告 那其實這個預告其實 有很多地方都願意直接的支持 那我們預告的同時裡面 也會遇到很多的變化 因為這變化包括說 很多的結論持續討論 應該帶台灣的什麼東西去理 所以其實你很難在一個時間的定點下 去決定 我們到底決定的事情是什麼 那他也有很多支持者 譬如說現在不同的市場 那那個時候他剛剛 因為他剛剛是登當選 所以我記得那時候 他民調支出最高的時候 他就第一個聲援這個活動的一些想法 那自己我記得他也說 應該帶草米粉 或是他自己喜歡吃的那些 他也參與了這個方式 那個時候其實所有的記者都有一些疑問 就是 因為他是第一次比較大的討論 在討論 其實民間監視我們應該要做這個外交的行動 他跟國家平台有什麼樣的關聯 在於 過去的民間外交其實不太直接談國家的平台 所以他比較容易去毀避這個字 可是因為那時候 我們在開始的時候 就先把它塑造成他就是台灣管 所以他台灣管其實應該代表著什麼 是我們一開始就是做這種討論 我們一開始設定就是 如果他是公民團體的方式 他如果在這個國際社會也被砍到 所以他比較不像是有一個特定的主辦或協辦 他比較像是一個公民參與的一個形式 比較像設計公眾參與 然後讓這一個在那個內容可以被形成 也代表一個立場 那這個立場其實後來在米蘭市政府的時候 我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米蘭市政府的官員 其實是很難看到所謂的公民 我不知道各語而非 造成意思 就是 大家會認為歐洲應該相對其實 對民主經驗比較豐富 可是對於一個展覽會的主辦單位或官員來講 他們其實不太多理解 什麼叫做一群素人 然後代表某一個國家 所以他一直看待我們是一個很奇怪的一個視角 這個奇怪的視角就是 他自己也難以去形容 就是因為覺得他希望我們可以代表他的土地 來做一個發生 所以後來他就對這件事情 記憶印象非常深刻 因為這個模式裡面 對他來說 其實是一個 反而是一個新的教育 因為如果他這個參與 都能夠做為一個團體代表的話 那其實可能進行是更多的 那我們先稍微簡單回顧一下 其實當時其實大概是 四個月到六個月之間 那有很多的媒體報導 後來我們也採取 折折群目的方式 也目到一些管項 那在這裡面 很多報導裡面 發佈奮鬥 然後針對剛剛我們講的 就是如何大家一起參與一個 國家品牌的過程 這樣子 那因為那時候其實 很多年輕人 平均年齡 實際上 除了我們比較老的外 大概平均年齡 都是在 二十二歲到二十六歲之間 那很多職工 職工的人士 大概是上百五四人左右 從歐洲的職工抬橋 包括台灣飛過去的職工 那這些職工其實他們齊心協力 所以他們都想要去創造一些 絕對可以完成這件事情的一個企圖 所以那時候我就說 其實很多人說我們這一代 其實是小確信的開始 可是也許可以大膽的策展 一個佔領的計畫 所以我就決定說 其實米蘭四國 如果去選擇這個基地 就是選擇那個地緣的關係 我們到底要策展地點在於在哪裡 我們就做出了以下的設想 因為如果要把 台灣帶到米蘭的話 其實大家知道 我先問一下 上次的二十六年的米蘭四國 有去過的人嗎 舉手 有去過的人嗎 我們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 下一個 當時的四國的情況其實是 左邊這一個是四國門 這個是整個是一個米蘭四區 那各位如果在那個網路上 常常看到米蘭大教 他有地理的附近 那這一個四國門 以後過去 就是所謂的四國園區 就跟現在你看到那個 很多人在辦葛蘭會 然後就會做一個新開發區的意思一樣 那米蘭其實也是這樣 他們在後面開避了一個新開發區 那時候我們面臨到一個選擇 就是 因為後來他知道 我們想代表的地方 叫台灣 所以米蘭四分 我們就問 我們其實有幫台灣留一個位置 所以其實 因為阿淨就有剛剛講 一開始才有邀請 他外交朋友 一開始才有邀請 所以其實在四國園區那一頭 有一個三百坪米 三百坪左右 的基地 就是留給台灣的 所以那個時候 我們後來就考慮 到底要在四國園區內 還是在城市的市場 可是那個時候我記得 非常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是 我記得那時候我們目前只有100多萬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很難 當然我們後面其實是末 一千六、一千七 可是我們一開始一百多萬的時候 那時候有一個 很強的衝擊是 如果我今天在四國園區 選擇這塊基地也知道 其實一百萬是沒辦法做什麼的 如果我沒辦法做什麼的話 在那個基地裡面旁邊 你會看到日本館 看到德國館的話 我們很容易會凸顯出 其實我們的人量過小 那同時那一個月份 裡面發生一個新聞事件 就是 很多人在米人市區暴動 他們自己的居民 就是丟汽油膽的那種暴動 那暴動的原因其實在於說 如果大家忽略這個地方的想法 而去做這個四國園區的話 其實跟台灣一樣 他們覺得說 做這個四國園區跟我有什麼關係 我們為什麼要被 就是好像資源障礙剝奪 所以他們就集體暴動在四區 那正好其實當時米人市任務 在這個暴動過程裡面 他們就開出了一個新的企劃 這個企劃就是 城市裡面就是國會 他們就開出這個企劃 然後用這個企劃呢 需要在六個月裡面來招募 其他的國家 共同參與這個企劃 那不如我們先參加這個城市的企劃 我們來說做這個決定的原因是因為 如果相對於 如果我們要在四國園區內 去做這件事情的話 如果我們更直接跟居民站在一起 相對於跟對比人士的我們來講 其實是更正直正確的 是他需要的 所以我們就做了一個交換條件 就是在任何外力都不能受阻止的情況下 你讓我們稱作台灣管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說 我要上APP的第一名 也就是我們的活動要被推破 為第一名 所以他們就 我們就同意了這件事情之後 就讓他在這個城市裡面的四國 就把我們變成第一個重點活動 這個交易對我來講 其實是非常值得的 因為我覺得這個交換 其實是更能夠貼近 我們現在資源受限的情況 立場以及我們的價值 所以後來我們就選擇在市區 直接做了整個台灣管 可是這過程呢 並沒有很順利 因為第一點是 我們資源其實現在非常有限 我們當時只有100多萬 所以如果要持續去募集的時候 其實100萬在米南 你要桌任何的土場地 你要做野獄幾乎是很困難 做野獄是幾乎太難 所以那時候呢 我們就先用比較爛的地方開始 其實不是在這個市區 我們先選擇那個育和區 就是喝醉酒的人會吐的那個地方 我們就選擇育和區 我們就覺得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開始來做這個設計 可是沒想到 因為其實那時候 台灣的整個那個社會企業 非常沸騰 然後討論這事情也 雖然他還是算小眾 可是他對比的政府 他可以透過Facebook看到 這一個活動的能量 那隨著能量越越高 逐漸每月累積的同時 米南市跟我們就越來越重視 就把我們換到那個 譬如說先換到美術館對面的空地 然後接下來 又越來越沸騰的時候 又把我們換到米南道町隔壁 這樣 我們就一路這樣子 隨著那個 台灣的一起的加護科幫忙 我們就逐漸到了那個市中心 到市中心之後 大概也找得到更好的土地 就是這邊的基地已經是最好的 然後駕駛也是最適中的 那各位可以看到啊 其實這個土地其實在這邊 就在米南道町隔壁 然後這個土地呢 其實是個停車場 所以他就幫我們把停車場刷鬼 這樣 就是全部刷鬼之後 然後就蓋了他們 那樣 這樣子 非常可憐 其實大家會覺得 就是 義大利不太講法治 他是可以溝通的 所以大家來講就是我需要 然後我們就他們這樣做 然後但是因為你 你只有管 你沒辦法吃台灣小吃 所以呢 又加上他們當地的法律 其實沒辦法再隨便擺平它 所以我們就去租一個餐廳 就租一個餐廳 我現在會解釋 我們怎麼租這個餐廳 這樣一點點 那是拜管的樣子 然後大家不要看這個管很厲害 那是因為攝影師厲害 他說這個管比最近還小 就實際上聰明一點 譬如過去之後大概五秒就夠了 可是這時候我覺得 可以訪問大家 一個精神上的問題 就是 如果今天蓋起來這麼小 你要蓋嗎 我們那時候錢啊 大概水位 爆五百萬的時候 就面臨這個價值錢 然後 非常又非常多的錢 對 勸我說 這樣拍空 賣鐵 然後 然後鄧奶奶 就是意思講這件事情 可是對我來講 其實是 我覺得一個品牌啊 它的第一步 第一步的選擇 如果要佔我 這件事情很重要 今天如果今天 我們跟社會的回應 雖然我自己 不是主持 也不是相關的專業 而今天這個品牌 叫做 一個公民的外交 它可以蓋台灣管的話 它就要蓋台灣管 所以那時候 我就有點 我有點生氣 我就會回想它 我說今天只有土地公廟 那麼大不了改 因為 這是大家抑制的季節 因為那時候 有很多人是 捐款 其實 我們用折折群目 大概是折折群目上 創兩個紀錄 就是 折折第一次 為一個計畫 延後時間 這是第一個紀錄 從來從來沒有 破過界 第二個事情是 大部分的 就是 投折折的 這個回饋比的人 幾乎沒有 跟我們要回饋比 因為那時候 其實 堵一口氣 大家其實覺得 太氣憤 希望能夠 讓這件事成真 所以我覺得 意志很重要 對我來說 再小就要幹 所以我就決定 一定要幹 結果 跟法規檢討 消防檢討 來回的過程 就變得 這麼小 這麼迷你 很快 那很晚後來 為什麼 它最後的設計 為什麼是這樣 就是 這個是一個建築專業 我稍微分享給大家聽 它的型態 為什麼是默構 因為對於當地人 還講 如果你採取木購的話 它可以四文永續材料 它就不容易去 它比較容易接受 你這件事情比較沒辦法破 不會破壞四樓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就是 用木購的部分 是因為 實際上當時 我們沒辦法付給 付錢的營造廠 那我們也告訴歐洲 就是在米蘭營造廠 有沒有一個困難 因為他需要一千兩百萬 我們根本沒有那個錢 所以我們就跟他說 或許可以這樣合作 就是 你用木頭 可是你蓋完 你自己可以回收 等於這個管 等於你先幫我構築 然後我付人是可以 公務人的錢 我付 就是 不會讓他們少一毛錢 我付公務人 可是財票這個部分 你就當作 你之後可以回收 去做你其他的案子 或下一個計畫 那用這樣交換的條件方式 他們覺得 他們奪體一個事情就是 那他要當那個 唯一戰監 那這樣不會很掙扎 因為我們有一千多個捐款者 什麼叫唯一戰監 所以我覺得 那時候就覺得說 又 又協商一陣子 我就說不然就是 那你就當那個 主要建築戰監 建築唯一戰監 這樣 但這一個計畫 是唯一戰監 後來他可能聽不懂 那對話 沒關係 就這樣算了 下一個 這可以看一看嗎 這影片可以點一下 這是打算管的 現在 大家可以看到 它裡面也被遮住了 單純是義大利通的意外 所以 這個時候我們也在大地方的預告 所以 你會看到其實 他自己真的很聰明 又回避 他想要把這邊拍得很明顯 其實現場很明顯 可是因為其實你沒有宣傳的費用 那 當然我們這次內華也會面臨這個狀況 後來 我們當時是用一個方式是 把灘車找出去 所以 你就讓灘車變成可以先去 當地打卡最多的地方 那 打卡最多的地方 其實大家拍攝的機率比較高 所以 你不是宣傳當地人 你是借著那個遊客的拍攝 可以把這個事情傳播出去 那我們那時候也把那個 HV10找出來 就是 明年視狀況 所以明年視狀況 其實是 散落在城市的一個策展 那你如果可以去跟 伸展台更近的話 你只要跟那個 就是正妹 就是模特兒 那 那狗仔就會拍你 一起被拍進去 所以我們就覺得 這是一個 當然這也是類似的 可是 至少是一個省錢的策略 那 所有的志工都能夠 用這個方式一起做 我覺得這樣也很開心 所以這張就 幾乎變成一個影像 就是今天很多人以為 在明年我們只做這個 這張照片 因為變得太容易了 所以 大家都以為 我們是做這個 來代表一個 比較翻轉式的思考 但其實是 我們有蓋館 也有做這個產品 其實 非常辛苦 那 大教堂剛剛是一個上缺點 因為它需要 讓那個 攝影師能夠 捕捉這個 比較齊趣 捕捉的部分其實 那個時候是正規中老師 來做設計 也就是說 他用不一的方式 把 台灣的那個 形象 做一個轉化 那 顏色的部分 他是把它做為 義大利的顏色 所以義大利的國際的顏色 他就認為說 其實 比較不容易去產生 一些 違和感應 比較能夠做一個 互相尊重 他覺得不要 產生太多 這種 衝突性的可能 所以他就用義大利 國際的這個去配置 就是 當時我們所有的 制工的這個服裝 那 好巧不巧 其實這樣的安排 裡面也發生一些 比較有趣的接觸 就是有一些 藝術工作者 過去 他其實研究藝術史 那 對米蘭如果有點研究的話 他就說 米蘭這國際顏色 會不會來自於 12世紀左右的一幅畫 因為他照米蘭的國際 他的那個綠 是來自於傳說 來自於 那個中國世紀 有一幅畫 的那個綠 那個綠的來源 就是在 北 北義大利 所以他們就以為 我們是不是借這樣的主題 然後把真心連結 其實這是美麗的錯誤 其實我們沒有很厲害 就是 我看我們來 怎麼會知道 到義大利當業的歷史 其實但是我覺得 免疫的錯誤 無非就是因為 你互相 你至少 互相抱著 謙卑的心嘛 所以 你 對這件事情連結 才有一個機會 這樣子 那 國際其實是一定會取的 因為 我們自己的國際 沒辦法放 所以 又加上我們 其實對國際 我們那時候常常 對國際 有點矛盾 所以又覺得說 那到底 到底要放什麼 明明國際其實盡在支持 就變成 好每天都必經之路 就是 這些小綠的 就是每天這樣子 他很多人都會覺得很難 像 賀卡尼 上夜之影 其實你點畫面 應該就有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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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一種 很獨特的一個經驗 你很難 其實像台灣的地方 你其實是可以自主去開始做一些事情 我覺得很多人說兩個國外的土xe會比較優惑 ивал subway 我對 我自己其實對在國家的經驗來說 台灣兩面很獨特的一個自己 自己開始的一件事情的一個方式 然後這個方式其實我自己也非常感興趣 餐廳的部分呢在這裡面 我們那時候選擇的餐廳 包括杜曉樂 包括純水堂 包括中石設計 甚至包括高雄餐女 他們其實都有來當這個子宮 其實他們是子宮 那他們用他們自己 其實他們自己卸下品牌的身份 然後運用他們其實專業的技術裡面 幫我們準備了很多 其實要北外給我們看的菜 那其實包括我們菜的設計 其實我們都想讓它變成 台灣的那種很強的一個飲食方式 所以我們其實在那種蒜或者是蔥 其實都變成白色的一部分 所以其實它是白色 它是視覺 你也可以把它吃掉 你把它吃掉其實沒有問題 當然那時候其實台灣 其實更希望我是乳酪飯 因為我記得那時候 第一名的那個名調是乳酪飯 就是乳酪飯一定要出去 所以就是我們設法把乳酪飯變成一個 西方人其實他們在吃 因為他們是save 所以我們就把乳酪飯的那個麵 變得很小 就變成save 因為我有9個save 就是吃一頓越久倒餐 我那時候設定的規格比較高 希望 呃 女人市政府也好 或者是女人居民也好 他能夠看到台灣的飲食 能夠到一個 這樣重新設計一個 一個 一個新的規格 那這規格 9個save 大家猜一下 9個save有多少錢 你吃一頓9個save 大家猜一下幾個 15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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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便宜了 14多元 14多元 9個save 9道菜 9道菜 50差不多 我們後來那個 對 那個 因為我們要補貼那個 那個材料費 然後我們後來定價 也定太低了 我們定25多元 9個save是吃完也還有 台灣烏龍茶 就是再加一個 因為那時候 我們全國募集的時候 新竹米粉 什麼 全科集的 然後放在台北的那個 現在就是花博的倉庫 對 現在花博 我們那時候 那個倉庫變成南北貨 就各種 全國 就是很多人就是 把這東西帶過來 那 9個save以外就是 連鳳梨酥 珍珠奶茶 包括 後面還有那個烏龍茶 吃全 還有小米 所以其實後來定價的數 我說其實一到一天啊 你這是 不把收的錢吧 就是你賣太便宜了這樣 所以 可是那時候策略其實 還有一點是 可以看下一頁 可以看這個 上一頁 上一頁 一頁 一頁 這頁是一頁 有兩頁 有兩頁 要是 一頁 有兩bone 一頁 就算 一頁 就 adam 那有兩頁 那是 沙山 有兩頁 有兩頁 在樁 要一頁 有兩頁 有兩頁 大家來到這個場所 我們在做餐廳的選址的時候 一開始我們就想要 策略上其實是好之後 去選一個比較奇怪 但是能夠創造反差的地方 那因為我們想要做的料理 其實每一套菜我們總共四份菜單 然後進行一個月 然後只做六個月 所以這個餐廳就是開假日的意思 那為什麼只能開假日呢 就是因為你沒錢做品 然後你也沒有能力做品 所以在資源的限制下 我們就只做假日 所以大概我們連續 所有的工作天大概24天 22天 那有四套菜單 那其實這是告訴自己 因為你每一套菜單4才不一樣 所以我的原因就是 我這禮拜做完 我下個禮拜 我又去市場裡面 然後重新搜尋食材 然後再去做測試 你要再自己做足足的測試一次 就是 那個設計做得太開心了 這樣是告訴自己 可是這四套菜單裡面 我們就想說 因為很多是台灣的 人料理 我們在想 怎麼讓它創造一個反差 其實這個議題就能有意思 所以 後來我們就找 大文基博物館 那時候我們就想 想在大文基博物館裡面 那個最後晚餐那一幅畫 我那一幅 我們就想桌那個廳 就是 當它那個廳 變成一個餐桌 然後讓裹落放 放在一個餐桌上 我覺得畫面的違和感 我覺得 應該是很震撼的 就是你從這一個 大家民間的這個運動 然後一個民間的食物 然後它進入到一個高級成績 結果我們那時候設定 就是希望能夠創造成這樣 可是它不能施隔掉 所以它不能 不能鎖棄 它的設定其實它有一些 機械在我們對話 可是呢 它在文化的時候 它不能鎖棄 我們就想這樣設定 結果 逃死不死 因為那個大文基博物館 後來被美國租了 美國館就不然去租 當作媒體 就是說美國日人 所以我們就沒辦法做這個 那後來轉了 我們就要找一個新的標的 這個標的呢 就是那個 拿破仁的行功 我後來想說 這個標的不錯 因為它在地理大發現時期的時候 這個拿破仁行功之前 也就是說 大概500年前的時候 它就是貴族的商會 就是貴族的會議討論 都會在這個商會 就是那時候 譬如說 義大利的那納亞 作為全球的 銀行金融中心的 那個年代裡面 它是 幾乎是 全球的 就花耳機在義大利 這樣想 整個花學的概念 就是在義大利 那那個商會 我們就覺得 為什麼 取得這個商會 有一個意圖是 那個商會 平常都進不去 所以我那時候 就在校群說 如果我今天 因為它跟我合作 這個Program 然後我是 因為這個Program 開放你的預約的話 其實 你來了很多 附加價值 你吃台灣料理 你又可以看到這補記 因為歐洲人的補記 是私人的 所以那時候 我們就決定說 就用這個策略 就跟它 來組這個地方 那果然其實 獲得很好的效果 因為 其實在兩個廳裡頭 其實我們兩個廳裡 在作為一個 可以看一下這個 最後下 qui 邀請 他們 關於 這與 很難就 關於 過 而且料理裡面其實更來自於有一些是夜市的元素 只是把它轉型成一個變成可以變成九個set再來 那這裡頭其實有一個很有趣的事情是 我記得德國有一對夫婦 他其實特別來握我的手 然後從來沒有吃過這麼細膩的料理 其實我覺得你聽到這句話其實大概一切都覺得值得 因為為什麼會這樣 我們之所以可以在米蘭義大利政府同意 有一個很大的為難 就是義大利政府他跟中國之間他到底要怎麼去選擇 那大家知道其實如果今天如果台灣一起來討論所謂台灣文化的時候 目前是還沒有答案 也就是說這個社會論書還在建議 所以呢當我們其實要去米蘭的時候呢 很多其實很多的所謂的台灣元素 對義大利人來講他會跟中國元素這種情況 可是那時候我們真正突圍的一個論述 其實也沒有到論述 真正突圍的一個做法其實是 因為他一開始看我們做那個搖杯 這件事情很有趣 他說為什麼要做搖杯 那我們把這搖杯裡面的延伸呢 我們再講巴佛地 其中有一道料理叫巴佛地 所以我就跟他們說就是說 我們是發明巴佛地的國家 那而且我們也許可以帶一個發明巴佛地的廠商 所以這件事情他才能夠開始覺得不同 那對我們來說那時候掙扎的地方在於 我們大概很難 我不知道各位的想法怎麼樣 可是對我來說是 應該直接去創造一些 透過近年的文化去創造一些論述 會比較壞 你就不會陷入很多的矛盾跟討論 那對於一家一字我來講 他也會深受吸引 因為巴佛地是台灣逆襲全球的其中一個東西 那他覺得如果你能夠再發明巴佛地的團隊 對他來講其實是很 就是對他來講很屌 他覺得這件事情很直接 他就覺得這件事情很酷 非常酷 那這個事情其實才讓我們領到補票 所以這件事情 其實分享給各位是 有時候你要談台灣的時候 其實需要去用他們聽懂的事情 用他們再度的事情 那當時在米蘭勢國的時候 因為主機是食物 那台灣成為一個 發明自中人查的這個國家 這一個品牌標語 對他們來講其實是很深受吸引 甚至即使是當時我們的資源再度受限 沒有目到那麼多款的情況下 他們都覺得其實自中人來來 教辦人其實是非常非常有吸引 那我們也因為這樣的吸引力 其實跟春水堂就談 就是跟創辦人談 我就跟他講說 我們應該能要帶真的這些人來過去 那因為創辦人其實已經滿年長 創辦人劉先生已經滿年長 後來他就說好那就真的 他就請他的那個女兒 就作為代言 就真的代言要去 那你知道 大家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一些事情 其實春水堂其實在國際 沒有什麼分店 那有沒有發現 他有個技術障礙是這樣的 就是所有的程度都要從台灣去 所以即使是在日本的分店 他也要從台灣飛過去 那日本為什麼可以做 除了他們現在的生活的品味 或者文明進展以外 還有這個原因是 他這個技術必須在17小時內解決 所以他從台灣解決後 他幾乎只有14小時的航程 簡單來說就是美國不可能開這個機 就順順航 他的航程不行 那從台灣飛到米南的航程 最快 最快你可以找到那個 接近12小時的航線 所以那時候 春水堂團隊 帶原料來的時候 是幾乎像那個 幾乎就像一個試驚救的比賽 他幾乎就是一下飛機 直接就要在市區進入那個主堂 馬上處理他的真正位置 所以在當地現場的那個體驗者 他們是體驗搖春的男子 所以他們是自己搖的 可以體驗自己搖 那這件事情對他們 就是一個很強烈的一個吸引力 那也把台灣的品牌 寫下來直接把他移動 那還有另外一件事情 我覺得還蠻重要的 就是 因為 Expo在1850年第一屆的倫敦 他其實通過國家的意念 大家都知道 倫敦 倫敦玩家是不是水晶工 那代表其實是工業世代的開始 所以其實 很多那時候說出全球百分之七十的鋼鐵 所以這個水晶工 它代表其實是一個前端技術 那 似乎會就變成一個 展現國家實力的一個地方 這件事情其實 持續150年 持續150年的時候 其實各個開始下一頁 下一頁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在台灣其實 其實台灣其實是一群素人 它其實是代表一個國家 我覺得台灣很怎麼這樣子 其實台灣其實很容易 其實 你多少都想替國家發展 那你多少都會想因為這個土地做點事情的時候 其實是 你知道這個事情是不容易預見的 就是 因為理論上 國家的事就是國家的事 就是從來不是代表 就是你需要用公民力 要去代表公民 所以那個時候我記得 有一個網來書信 我看的還蠻 我那時候記得 我看到 顏色那麼有一片灰性的時候 我看了其實想蠻不久 那片灰性的內容大概是在說 他說 他們主辦當中的時候 其實大概這是一百多年的第一次案例 就是一群那個不知道 怎麼稱呼的人 他在哪製 然後他才在這製 所以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 台灣其實是 台灣的文化是公民文化 就是台灣的公民文化 其實它 你用量去看他們是很大的 可是你用可能去看的話 你其實會看到 其實 台灣其實發生過很多的奇蹟 那 2015年也是這樣 為什麼 因為 實際上在那個 呃 有很多國家不能去生活 太多了 就是 大概七八成國家 那他們 有的是因為 本來就不喜歡吃 有的是因為他沒有錢 那有的其實是長期覺得 這樣的國際社會 他只能去配證 他跟我們都不喜歡參加 參加 再來我們 離我們很近的菲律賓 其實也是這個心情 但菲律賓那時候 有很多 意大利人 去留學 所以 意大利人呢 就在 菲律賓的社會 就告訴他們 我們連接著說 你們自己去 然後 因為 意大利 意大利去的是設計學生 他說 我們免費幫你們做設計 但是 你們去 引起那個社會能量 你們都沒有設計 那這件事情 為什麼台灣也很少知道 因為他們沒有成功 所以其實 在台灣大家要保證 感恩的心 其實 我們 我們光明化身帶來奇蹟的 因為不是那麼簡單 即使是在 重回 這樣 米蘭的這個案例 也有過接下來的那兩個案例 我都覺得其實 那是一場艱辛 因為 他並不是 近在此時要執行的事情 他幾乎是 你要去陌生的地方 你如果去判斷他的 人物環境 然後你決定要去做 所以這件事情都是非常非常辛苦 那台灣人如果會這樣公明化 帶來一些可能性的話 我們現在反而要去思索 到底台灣人為什麼 有這樣的招展 還為什麼要靠近 那後來其實這大利 其實現在收入當中社會個人 在下個年度的時候 那個 國小個人那個 社會 六年級 對 就是在 好像那個 那一個章節叫做公明 叫做公明火牌的外交之類的 然後就收割 就是這樣 那 那 我相信一定有些共鳴 其實我們很多做法的力 太多了 我們在財路上 其實 安排的也不夠好 我們在自動管理上 其實也不夠好 但是其實我覺得 就像 剛剛 我跟你們 回 回問的一些感想 跟前輩們 就是 你現在不做一樣事 等到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 其實再輪到一次四國會 在談事物 很難很難 很難 你們知道上一次哈薩克的 四國會主題是 太難了 你們覺得太難了 會引起大家的清楚 大概很難 你們知道一個 你在破壞了四國的主題 是 攜手共進 就是 這次也很抽象 就 皮乳酪飯抽象 你帶乳酪飯 這次 就直接嗎 下一個 我們來聽大學 其實應該是 沒有三家受 比較信心 那也其實就是 我們信心 其實 臺灣其實公民文化 他如果有去做一個 顏色跟研究 我覺得就是可以 很討論 下一個 那 那時候我們做了一個 比較簡單的分析 那這個分析其實大概就是 右邊這邊的分析 其實是 臺灣 那左邊 左邊的分析當然是 那個 國文最重要 最強大的危險 所以 因為 臺灣其實在分析裡面 他大概是 算重一點 這邊其實很難照 那 也當然其實我們都在這個 態度裡面去做 一些很大的 可以分析 這樣 那 下一個是 我們日內瓦現在要做的事情 也希望各位給我們一些意見 那 日內瓦的案例比較特殊 它還沒有發生 所以我現在 又有一種 從舊夢的感覺 就是 2015年的時候呢 我記得那時候 我們還沒去米蘭的時候 也在做咖啡地 就是很像行片一樣 因為我們趕快不去 然後 你不知道可不可以成功 這樣 所以接下來的 這種策略的探討 品牌的探討 就請各位多包含 給一些意見 下一個 下一個 呃 呃 WHO其實 大家都知道 其實 它都不能缺席 這是 當然大家都不知道 可是WHO啊 就是 如何去讓它 在 台灣能夠參與的方式 找到一個比較大的能量 這是 這一次的一個 課題 那這個課題裡面呢 我們現在的策略 其實是這個 是 第一件事情 它的策展 它會圍繞在他們的意料 所以其實 呃 曾經有 其他團隊一起的提案 他都提到 台灣的文化 或台灣的 同樣在講的實物 那 我們團隊這一次 其實是 有一個大的修正 就是 因為你在WHO 舉辦大會的期間 它是WHO 你要談的就要談的地方 你不能迴避這件事情 你就把台灣的意料 讓它變成一個 硬實力 去做討論 這是我們出貨的構想 然後 我們對地方的選擇 也比較特殊 就是在市區裡面 我們直接租一個 公寓 然後 把它公寓的 一樓桌窗租下來 所以租下來之後呢 我們在地下室 直接延伸 台灣的一些 整廟的 一些意象的過程 然後讓台灣的 硬實力可以 直接回應 今年 2018年 WHO議程 每一年 大會都會有一些議程 那 大概 今年有22條 所以我們的想法 其實是 在這個議程裡面 找到台灣優勢 然後 讓台灣優勢 變成 測成設計的內容 然後 直接告訴 國際媒體說 我們雖然沒成功 但其實我們 是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然後 我們提早做 也就是說 讓那些記者 提早知道這個事情 那 WHO大會期間的時候 我們就希望刷相關的議題 相關的 跟議題相關的 把它刷出來 讓我們應該回應一下 所以其實透過這個 回應議程的展覽 其實後面其實是 議程是公開的 所以大家網路上都可以看到 那當然其實我覺得這議題 當然是比較認 就是台灣的醫療 其實怎麼樣 跟大家有連結 當然其實比較難 可是其實有些 其中的議題 我覺得對大家感受 很深 就是關於那個 健康的覆蓋 那裡面在談什麼呢 就是健康溫律的普及率 到多高 其實台灣在 全面健保的這件事情 被評價的分數很高 意思就是 台灣在全面健保 雖然在台灣 其實可能會有一些正義 可是其實 你們知道在歐巴馬連任 第二次連任的時候 他裡面有一個政策叫做 歐巴馬care 歐巴馬care裡面 他說 他要講三個國家 一個是北歐地區 另外一個是加拿大 再來就是講台灣 所以他們 把台灣視為一個典範 所以他派眾議院的 考察團 來台灣考察 跟我們的全面健保 那大家可能會覺得奇怪 全面健保的 就是 我覺得他怎麼展 其實當然是一個 設計的形式 可是 也去把台灣的 全面健保所帶來的一些 比較充足的數據 跟社會貢獻 你把它變成一個 政黨內容的話 其實就是直接 回應這個議長 讓國際的記者 可以看到他 如果回應這個議長 下面 這也蠻好調的 這議程裡面是五點 那五點裡面 我大概 第一個就是說 全球覆蓋運 然後再來是蛇谷 還有心臟病 然後以及台灣心理建設 那這幾項 其實都是台灣 更充足 已經有下降過多近 也會舉個例子 台灣的地緣關係 其實它是 有什麼時候災難的 所以台風地震 反正什麼樣的事情都 其實這個島上 平均每一年 根據統計 大大小小的地震 台灣也是二十多次 那這裡面的那個 我們又發生一些災害 這些災害 其實帶來 我們在緊急救援醫療 我們這些 其實是有些相當的經驗 那 這個經驗裡面呢 其他國家 公共有相比 其實是 不太一樣的經驗 所以這個經驗 我們認為說 其實是可以回饋 把它當作世界經驗 回饋 所以 其實台灣一邊在 回應日內瓦 它在關心的議程之後 其實就是在分享台灣的 這個模式 把台灣模式把它帶進去 所以這裡面 你們策展裡面 除了有去談這個議程 以外 我們去多提一些 其實台灣 曾經已經把這一個經驗 分享的其他世界 所以其實我們核心的價值應該是說 其實在醫療體系方面 就是那個時候 我們自己的 論述的想法是這樣 就是 我們在跟當地 因為我自己已經先考談過一次 就場開 場開 場開過一次的時候 我對於這件事情的想法 其實團隊的共同意見是 其實台灣健保 其實台灣健保 我其實應該把它視為 它其實是在烏托邦的挑戰 我覺得這件事情的表達 可能會稍微重心一點 什麼叫烏托邦挑戰 就是 因為同樣的 這一個醫療制度 在後面有 你所付出的 這一個 成本其實相對比較好 而在台灣 其實 它能夠取得更好的醫療照 可以 因為它表達 我自己就是 我自己的建議就是 我自己就是全民健保的 家庭的一個受惠者 雖然其實很多人會批育全民健保 那我為什麼會受惠 我 我 國中的時候 我父親 就動了一個手術 他一共 人生動了兩次手術 那 他動了兩次的時候 第一次動的時候 全民健保師 還沒有 開始 我記得那一項手術 他開 腦的手術 是 150萬台幣 我印象非常深刻 然後那時候就家庭會 就是賣房子 那 在我小時候以前的印象 你知道 得了一個重症嗎 就是大概就完蛋了 可是 到了我 大學後 就是他開了第二次手術 一樣是保護手術 全民健保 已經 開始運作了 這個時候 其實他 花費 大幅的降低 我們那時候有一種 很深的感覺 非常深的感覺 這感覺其實是 感受到 所謂福利 這類別的 就是社會福利 我第一次感受到的是 我怕 父親人家的開口 那 其實 這個對 美國人或歐洲人來講 是很難得的 因為其實 你只要在 沒有全民健保體系 或 中足保險的國家裡面 你要得重症的話 你基本上是 你基本上不太有希望 可以這樣講 很難 因為你沒辦法幾個醫療費 所以對我們來講 其實是要傳遞 其實是因為平權 因為 在到時候 五月中旬的時候 你也不太可能 不談政治 因為那個時候 其實是所有各國的 衛生部長 到達 他的媒體的焦點 會集中起來 所以你將醫療平權跟政治 我們相信這後續的論述延伸 會比較有機會 所以我們就用平權這件事 來做 那這個場地在哪裡 是現在的市中心 就是 米蘭市中心 不是 是內網市中心裡頭 他在那個 四季飯店很低 那這裡頭 其實 他的醫療媒體到時候 他其實破維度比較好 那市中心裡面 也是現在人少最多 可是米蘭其實不大 就是內網不大 那時候其實 他的大小大概是 台北市的20多 非常小 他跟火車站的紀錄 幾乎是同步這個總部 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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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可以看到就是 大家一般關心那個聯合國總部 特地上 聯合國總部就是那個 號稱那個 台灣護照進不去的地方 所以那個區塊裡面 到時候會有全球的人 在那邊開國 這一代 那我們在那邊 會直接先做媒體日 就是先 會先做那個記者 等於是記者會先開 我希望記者會先開 那能夠通過那個 所有媒體的方式 先把記者能夠吸引到 這個展場裡面 那同時其實 青空稿 跟我們現在要做什麼 就一定寫而去 這樣 那各位大家想起 就是 他面臨主張後面有公子 這樣就這樣 現在轉場的狀況 現在轉場的狀況 其實我覺得 很有趣的事情是 這一個不是一個 蓋出來的管 可是他面積比那個 米蘭管還大 所以他整個面積裡面 他會先做健管掛號 所以其實他會領到一個 綠底線的卡 那綠底線卡 我們現在希望是 念文針來做的設計 我們現在有他的措施 所以他領到在卡的時候 其實好像就開始進入 台灣的醫療體系 那這裡面會來看 台灣的一些法律意義 為什麼重要 下一點 所以其實這個 透視努裡面 大家有看到就是 他會看到這一個 會台裡面 然後 他可以領到這個卡 他可以提前抑鬱 所以來到這裡的時候呢 你一個其實 彼此進入台灣 在這一個醫療支援下 然後他會隨機 他會抽取他的牌 他會得病 就是 這個探診的經驗呢 是得到的一些疾病 然後在這些疾病裡頭呢 你去做一些 參戰的動作 通過這參戰的動作呢 去得到一些舌蘆菌 所有的舌蘆菌 是被安排好的 都是台灣經驗的 所以呢 他一開始的這個邏輯是 議程 所關心的事情 會引起什麼樣的疾病 會發生什麼樣的舌蘆菌 他中間全部都是台灣價值 所以呢 因為你在這邊 能夠 勘展的過程裡面 跟 彷彿得到的 一個疾病的體驗裡頭 他的解決之道 都會來自他們的疾病 那我們會再附送一些白衣術 就是看他整個國衣 在哪裡 來 來 來 可是到地下室的時候呢 我們希望讓他 能夠看到一個 比較清晰的形象 所以因為預算有限 我們就想說 就把這一個中間的客廳 全部撤住 然後撤住之後呢 我希望就直接建一個白色的棚子 所以這白色的棚子 他應該是 被 具有設計感的這個棚子下 裡頭其實是 台灣如何回應這些遺址 然後這些議程裡頭呢 到地下室的時候 他們其實應該能夠 從這議程裡面 找到 他要去的其他的角落 那這個角落可能 其實可能 包括一克母等等 去讓他看到這些事情 更多的解決 來 這是那個 吳凱慶的 下室 這個棚子裡面 人共六道 所以他這裡面的白面 就是我們要講的六個議程 所以他六個議程裡面 他在回應的時候 這邊其實是江醫師 這邊做召集 所以 我們會有一些 呃 其實 就等於是製造奔 製造奔合的醫師 直接來回應這些議程 然後讓這些議程 能夠 討論 那我們在希望下面的民眾呢 他能夠感受到 其實台灣在這邊的議程 他超前的地方在哪裡 他紀念超前的地方 其實各位應該了解 其實為什麼我說 台灣的醫療會 會是飲食禮 因為其實台灣醫療的那個 平均分布 其實在實際 其實是算沒給錢 那 雖然其實現在我們的資源 越遠越受限 可是他的資源 其實至少都還是前 至少有一度還是前三 所以他的醫療的 支援的鬆軸度 其實是比較高的 那我們希望把這一支 也可以 傳達出去 下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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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們上面有個夾層 所以在夾層裡面 我們這次是希望能夠 直接對焦媒體看到的事情 所以假的你會看到 媒體其實是直接看這個模式 所以呢 所有的角落呢 都幫媒體設計好 你拍照最好看的角度 反正那些角度 其實也沒有那麼多 預算幫他做什麼 那個狀況 然後又 第二點原因是 他跟女人案例最大的不一樣 是 這一次其實是非常快速的 他幾乎只有 幾乎只有十天 他非常快速 所以呢 四天裡面的 你現在呈現的東西 大家對我們來說 要呈現兩個 品牌上的顏色 第一件事情是 中介人的同一支 必須在於人 也就是說 他如果 你如果遷徙到法輪客 你如果能夠遷徙到 那個印象 就要等於 台灣醫療平權的這個形象 這是第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 其實就是在於 我們要讓 所有媒體能夠複製 他能夠透過這個形象 把東西複製進去 下面 下面 這棚子 從後面走完的時候 他大概還會看到幾個訴求 就是 最後我們會有一些診療書 所以這個診療裡面 他得到的這個診療 他會比較像是 他拿到一個 你如果在台灣 會怎麼樣被 救折 然後以及花費 所以裡面會有一些用美金的 就是 我們還在考慮 後面用美金 做計算 那我們希望他最後得到的這個結果 他會非常震撼 那震撼度就是 因為在台灣 因為你有健保 你只要用美金來算好 其實你其實 台灣看醫生只要10塊美金 那這些事情 跟他們那個價值 就是 在 資本的價值落差很大 他其實會帶來一些衝擊 那他最後會領回這個東西 全部加入所有的三價值 再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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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美金最好的角度 所以我們先幫他調好 清好 然後 如果 各家媒體就是 他會有音學的定點 1234 然後讓他們選擇 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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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我們先做1比10的模型 所以就是先 已經先檢討他之後 那 我們在台南的工廠 會先蓋個1比10 先蓋一個測試 那大概在下週的時候 再蓋一個測試 那回頭來看 其實 這個地方因為是很早地帶的 所以其實這個地方 我們希望就是說 這個展場裡面跟車站 我們就要先能夠創造 每一天大概1,500 1,500 可是媒體不是這樣 我們先這樣設定 那 設定這個50家 也有很多訴求 就不包含是 那些網站的一個媒體 所以一些國際媒體 我們希望他能夠過來 直接辦一個媒體 所以他的速度 就會變得非常快 他不像米蘭 是一個長期的展覽 米蘭展覽 其實一路進行了 一個半月到兩個月 那在這一片 按理裡面 它是短的 然後其實我們有訪問一些報紙 所以就是說 如果我們買廣告的話 大概多少錢 所以其實我們有做一些訪假 因為 你覺得其實 我們要做 直接的媒體動作 是這次比較快的訴求 那各位這邊 明天我們跟著 凱道辦桌 就是 我們跟其他成為主座 那凱道辦桌的這一邊 國界會不會去 所以如果都會有興趣的話 你會不會去 看一看 好 那這邊其實就是 我經理的分享 那我覺得其實 也可以有醫師這邊 來提供 其實比較專業的 台灣其實應該帶出去 什麼樣的醫療內 應該有他來解釋 喂 謝謝蘇明 那 那個 我是 醫療法醫師 那 因為剛才是 病房的 病人過的病 所以 處理一段時間 交往之後 措施 讓大家 做我介紹 是可以做的事情 那 這次的醫院是因為說 呃 果然接受到 呃 伊凱的邀請 然後我個人處理認識 這樣子 然後 又要辦 那個 國際音樂這種專欄的 那種 呃 的需求 這樣子 所以說 來幫他 因為我原本是在 在這個時間點 那個醫院期間 就要說是要去 美國 trip 一趟 那 他既然 有這樣的 剛好就是 世衛大會的一個 重大事件 他既然說 有需要幫忙 結果乾脆幫忙 就把我們就 趕緊到那個華區 好 然後幫他做那個 外媒 對外文 還有說國際媒體這份 這份 這個 工作需求 那當然就是說 齁 這邊跟大家 稍微 互動一下 在 世界衛生大會 當然是 我們被認為是要高度專業 一個 非常不容易 那當然是 就是說 我們剛才 剛才議程這個 是被打亂 但是脫離不了 就是說 他是一個 全球健康 他同時也是一個 免物署 是一個醫療之間的 東西 因為 覺得 因為覺得 很多人在討論說 像是 HIV 或是說 TB HIV就是 癌症病毒 以及說 肺結核 很多感染的疾病 還有說很多的 複佑衛生 這些免物署 就是說 每個國家想到自己的狀況的時候 然後也會 在解釋出這些企劃 在克普家會不會遭遇到什麼困難 那再回到我們台灣 我們台灣其實 那個 全民健康保險 它是會有很高的覆蓋力 但是在很高覆蓋力之下 也是在面對一些 我們很多的挑戰 如果說 因為我這次是伊朗盟的 那在 在的時候當然是 如果說你經過伊朗盟的話 就是在挑戰健康的 這件事情 好 那 再 如果說各位是 在 不會來這個星期 我們應該也是 不會關心這個 全球的勞動議題 那在 其實在 我記得 在幾年期 我忘掉說了幾年期 是因為有英國醫師的辦公問題 即便英國是一個 他們有NIH 全球 是不辦理健康保險 最古老的一個國家 他們最後還是在發生這些事情 那發生這些事情 也原由 不過就是 他們的衛生大臣凡特 要提升他們的醫療品質 因為 在 給於醫師這樣的薪水和待遇之下 通常還要說 再增加第十四期 六日繼續正常上班的 這樣的一個照顧品質 因為病人住院是 不會分家 你知道嗎 不會分上班 不會分家 病人住院自然是 限時的二十小時的 人力照顧 好 那為了解釋這個品質 那現在相同的身份下 要求醫療品質 所以 遇到那邊繼續照常上班 就引起了這麼大的一個抗亡 好 那 那 基本上 的確是這個呈現 無多幫忙挑戰的機會 所以我想問一下 各位 你們覺得 這個 WHA 如果說我們在做一個 我們公民 剛才講的公民的團體 有一個展覽 然後吸引說 很多外面專家的注意 或是說一些國際面對的注意 或引起一些台灣人的共民 你們覺得 我們是 重點是放在什麼 重點是放在共我們 我們很厲害 台灣醫療 健保很好 比如說台灣的那個 醫療數字很高 好 那是讓大家宣揚證 這樣子的一個宣傳所收到 你們覺得 這策略是對的 還是錯的 對的請拘手 這樣問一些問題 覺得說不對 覺得說不對 可能要做些修正 拘手一下 拘手 沒有拘手是 不知道 對還是錯 OK 這問題很容易 不過我想表達就是說 如果大家在去年 如果大家有去的關係 所謂的WHA World Health Assembly 它的 發生事件就是 發生 在去年 2017年 它發生了一個事件 在 在這個大會舉起前 有一個事件就是說 國際有一個 Nature雜誌 那是很權威的一個科學期刊 它重套去封擊中國 它封擊中國 為什麼不讓台灣 進入到WHA 就是說 因為那時候台灣 好像你觀察員資格 都要快要被拔 我幫他做拔還沒有 不知道 好 去年不對 今年拔掉 那就是Nature 拿出貴的事情 去封走過 好 是國際學術 不是台灣政府 抗議喔 是國際學術的學者 站出來喔 為什麼敢這樣做 Why Why 有人知道為什麼嗎 好 Nature他們的那個道理其實很簡單 就是說 我稍微講一個 我最近在 音樂學術研討所 提到的一個故事好了 因為我最近在念一個很特殊的美劇 是最近發現出來 然後在 在高明化社會 以及說 我們那個長照經濟和醫療中心 重疊區域很高的那些 城市像 有約 那他們最近就是說 從 因為是一個在日本病人 發現的 中文醫院 他怎麼打抗議師都治不好 他分析出一個很特殊的 一個 黴菌 一個白色的念珠菌 那他抗議性相當的高 那這個案例被呈爆出來之後 那麼 然後呢 在南潭這邊 用了這個 DNA序列 找出說很多都治療不好的那些 可以感染到美菌的病人 包含是中文鹽 或是說 血液 敗血上的感染 找出治療 頭腰都治不好的 明明就是一個 白色的黴菌而已 為什麼頭腰都治不好 發出這四個新種 這個資訊 開始從揚州 去擴展到 因為透過那些 全球衛生組織 世界衛生組織 這樣的資訊 會共享 透過專家 透過學術 會共享 因此 全球分享這個資訊之後 首先就在紐約 非常習慣 美國其他地方 其他州 抓到的案例 都只有3到6例 一個州只有3到6例 美國在一個 高經濟 高工作機會 然後很多醫學 很多醫學中心 腸道機構 還有高度醫療處理的地方 一口氣 在2018年2月之前 抓到了136例 差這麼多 就是顯示那邊很多 這136的病人 感染這樣的 高度抗藥性的 那種黴訓界的超級細菌 然後他們之前的投藥 都是無效的 他們沒有受到藥物的 正確的 沒有受到正確藥物的治療 而且還受到藥物的 副作用的傷害 而且還浪費醫藥 等於說有點 有點程度浪費醫藥資源 重點是被醫藥造成傷害 所以齁 而且也造成說 這個病毒沒有被正確治療 你越投錯藥的話 又增加這個細菌的 應該說像這個 梅菌的抗藥性 它只會越投 越強力 但是你投錯藥的話 這個就是 全球防疫的一個改名 防疫無漏洞 你要讓全球共享這樣的資訊 才能夠說 慢慢的 讓大家免於這個疾病的威脅 環州固然 Nature 是用什麼理由去罵中國 所謂就是說 你把台灣 從關聯儀儲 那台灣無法分享 台灣無法分享 這個 世界衛生大會所帶來的資訊之外 那 Nature雜生還另外拿他做 SARS那年的舊招去算用 SARS那一年就是 中國其實疫情很早就爆發 可是它暗卡 大家都知道 Manetrona 你今天成功這樣子 是不是也不對啊 那就是 這個國家 做事情 就是那種 把案例都隱藏起來 等到真的outbreak的 然後才只好說 去吸引基金 承認這樣子 然後等到真的案例發生的時候 台灣 其實也是 變成SARS的疫區 因為其實在 旅遊上 那 你發現說 航路上 其實台灣的貿易基產 也是一個 國際裡的那個 航線的一個節點 它是一個重要的地理位置 對 沒有錯 那因此 那 SARS成為 台灣成為一個SARS的疫區 而且 在那個時候 然後台灣也不是 說達到Edge Home的議員 所以我們 就算是觀察員 我們因此 資訊也會 落後一步 我們沒有拿到 SARS的那個 DNA 序列 所以說包含很多的 該 有的應對 資訊 怎麼保持我們的 風光衛生安全 政策 因為那時候 那時候 我們所能做的就是 一直不到 就是風院 就是和平醫院 那就是風院 就是一直說 就沒有風院 然後 然後資訊慢慢的 從別的國家 帶過來 然後 才 慢慢的事實就這樣子 過去 也創造了很多 的犧牲者 如果說 台灣那個時候 能夠是 WHO的議員的話 其實 並不會很多 其實 並不會 我們那個取得 那個DNA虛應 然後證據 有上次投票的話 其實並不會 造成那件事情 就是SARS 那到最近 這個 就是 流感 那 同樣的也是一樣 流感就是 每個國家 都要互相通報 像美國就是 流感B型 那 所以 他們的那個 流感疫苗 你說各地的流感疫苗 他們每年 疫苗投下去之後 他們的結果如何 都是 下一年度 每一個地區 他們會互相 交換消息 然後就評估說 這個地區 該給予哪一些 subtype 該給予哪一些 抗原的地區 因為流感其實還分 不同的 刺抗原 用這一方式 來決定說 欸 我們這個地區 大概就投這樣子 那可能就會降低該區的 盛取力這樣 這是全球防疫的原改 所以 因為這個防疫 無漏洞 資訊要共享 這就是為什麼 Natured 學術學的雜誌 要用來 泡沫 中國的原因 那所以 在做 所謂的 烏托巴 就從這個展覽 強調說 因為 全球防疫的重要性 然後 在衛生 這個衛生 你所存在 台灣其實 不能缺席 如果說 你 如果說台灣 從這世界上缺席的 第一個 在健康上 畢業後可能發生什麼事情 台灣得到 要去台灣的健康或射手期待 那台灣可能 基本上發發疫情 如果沒能 沒能有 全球合作的 全球學術合作的 一個資格的話 那台灣發生疫情 有可能 帶他臨近 亞洲國家 又威脅 這樣子 我想 這才是我們 從 每次從 WHO 這種 全球衛生議題 所要的 這才會被 國際學術 以及說 那個 國際政治 他們所接受的 這個最強烈的理由 那當然 這個中間過程 講到舒敏 就是說 做這個 無國際音樂這個展開 其實我個人要分享 就是說 的確啊 我覺得台灣 有點缺乏 國際觀 也不是 我不是講一般人的 我講自己 一切 因為有時候 我們做困難就是說 我們 有些長輩 就是太 focus 太 focus 在自己的生活圈 之內 有時候 我找 大家來討論的時候 大家還是會 多於那種說 他們 因為我講了 我講的老舌頭 就是比如說 上一輩 曾經經過說 醫療程序 比較美好的年代 但是 從階平線 健康保險開始後 那可能 民眾的品質 有些提升 但是 老醫生 會覺得自己被 剝奪 所以每次看到 百分之HAA 或者百分HOO 有些衛生官員 去外面講 其實衛生官員 他們其實講的 各樣都是一樣 說我台灣的 如果我醫療學能多好 這樣子 好 第一個 老師 就是那些當官的老師 對他們這樣講 其實 不是那麼的 正確 因為你都這麼好 如果你醫藥品質都這麼好 你沒有什麼 任何的困難的話 那家裡進來幹嘛 這是官員 他們的問題 那在台灣內部 其實不了解 呃 外交上 我們要講些什麼 比較OK 那只要在裡面抱怨 就是說 你又要 學會訓養健健保 我們的勞動權益 阿我們的那個什麼 風食產 跟說什麼 我們的那個 那些 都免護 等於是吃什麼豆腐 那這樣子 呈現一個問題的狀態 所以說 能找什麼做 這是我們目前 在專業上 會遇到一些比較困難的地方 不過我相信這個會克服 因為畢竟 好的學長還是蠻多的 對 那就是這次 就是 就是說 嗯 現在各的領域 我相信都是個專業 各的領域 我相信都是個專業 那這次 這次的挑戰 這次的挑戰 的確是說 這個跨團 就是跨專業 除了說 能夠把這個展場 那種展場的經驗 移植到這次 WHA的世界 讓世界 再次看到台灣 同時也是要挑戰說 醫療在這方面 要怎麼去呈現 是不是可以抓住 最好的宣傳力 給 這次的 WHA WHO 那些會員國 那些國際民眾 國際媒體 這個回饋給台灣民眾 可以看到 這是這次 我們認為是 團宿之間 一起合作 最大的挑戰 謝謝兩位 那 接下來我們會開放 QA 然後 每次收集三個問題 再次回答 然後 歡迎各種 就是所有可能的問題 所以 現在有 問題 要問兩位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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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我想 問 簡單的問題 就是 剛剛沒有問題 就是 剛剛這一次有提到說 台灣的醫療資源 是 15% 14% 13% 這個的 資料來源是什麼 然後 他的評比的 就是 評比來源什麼 然後還有第二個就是 剛剛那個 社會社的情報 提了 就是很多 台灣的那個 就是 看診的 什麼 步驟 或者是 架構 或者是 他的流程這樣子 然後可是因為這些東西在台灣 民眾都是 戲為常的 可是 需要跟外國的 比較 就是外國醫療的 那個 流程 然後我們才知道說 為什麼我們要做這個展 然後我們 我們展這個跟其他國家 差別在哪裡 然後我們才 跟其他國家 更慶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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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 我過年不了解是說 作為一個在臺灣出席 我為什麼有需要讓世界看到我 是因為我沒有國家嗎 是不是這個原因 最主要是因為我沒有國家 所以這樣需要讓全世界看到我 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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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說 我們的地位 政府在國際上 在我們自己也讓全世界感到 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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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這個 健保 醫療 主案 真創作 是不是可以 跟我們 醫療 前後 多謝 感謝 兩位朋友 剛剛有聽到說 在這種公民運動的產業度的話 不是這個 但是是非常 大家都抱得非常大的熱情 那這次在譬如說 WHA 來講的話 事實上 我覺得台灣 有在講到連自己的定位是什麼 連自己的文化都是什麼都不知道 我覺得醫療好像也是算一種定位一種文化 那因為在 WHA 這種 大家都覺得 我可能是一個平常人在 現在各大家媒體都被收編的狀態之下 我不知道說我不參加這個會有什麼樣的損失 因為這個資訊好像是不夠的明確 不夠的傳遞的夠多 那基本上台灣算一個洋洋大國 如果放在歐洲來看的話 我覺得兩千三百萬人口在歐洲 算一個很大的國家 只是我們旁邊有一個吃那更大而已 所以就連台灣人自己都不清楚 那如果要讓大家更參與更投入 是不是要讓大家看到說 假設沒有全心健保 假設這些事情 我們放在其他國家的話 會有多少的差異性 我們自己是有一點身在服裝不知服 但這一點我們要怎麼辦 剛剛請問一下 我先回答個一個 我先幫我小時間 我這是回答個一個 第一位同學的問題 剛剛講到這個說台灣 沒有錯的確是我們老一輩都會說台灣的醫療水準還有資源都是全球第三名 我也不知道這是從哪裡來的 但是我要跟你說這件台灣的數字這件的排名 在那個我們有個赤號之後的Letson這個國際雜誌 其實把台灣品為說先進國家的醫療品質第43名 從第三名等於說是從第三名的頭銜 不過到現在是第43名 其實就是我們剛剛講講過一個烏托邦的挑戰 我們擁有比最古老的福利國家英國還有更高的醫療的股大利 我們比他們還很valuable and affordable 經濟上 affordable 這是可以承擔的起步 然後另外也是算是非常平衡的一個醫療 但是隨時而來的話 我們台灣就是因為在一些制度過於影響的情況之下 也不能說過於影響 就是說制度還是有些缺陷 在政治因素上不被看見之下 我們醫療品質在後退 那把我們品質拉下來的是在什麼地方 我們說台灣醫療的話其實只有在醫院 可是你在醫院外呢 在醫院外一些 在台北 我們今天自在這個地方是台北很多醫學中心嘛 可是如果你到別的地方去 比如說說 我們花蓮也拿好了 那邊等過說 每走我一兩條街就有家裡寫通行 我現在變麻煩 可是那邊的病人其實一樣多 對不對 因為你要生小孩好 那邊因為我們老人好 那邊一定會需要長照 所以這個 第一個 就有成相貌的資源差距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慢性病的照度品質 那醫院的資源很好 可是病人到醫院外之後 他的自我 自我照顧能力 或是說家庭照顧這個 病人的水準 能不能像醫院裡面 當初住院那時候一樣 其實我相信這落差很難度 因為現在連衛教也是個問題 像我曾經在桃園那邊最近過不過 在醫院裡面我也教過 因為老人家的成績就是年紀比較大 聽的人可能都聽不懂 那家一個小孩其實都是 桃園吧 家一個小孩都是到 台北或是南部 從南部去工作去的人 那變得老人是不是在家裡 然後糖尿病的藥 其實都沒有吃 或一早期都沒有膽 所以慢性病照度品質 其實是很不好的 其實我們老天人從越來越多 這些問題全部都要台灣出現出來 那當然就是這部分我們可以是說 我們可以說 台灣的確過去有段環境匯動的時光 然後我們也試圖用這些台灣 日據時代以來的醫療技術 比較先進的這個基地 去做這個烏托邦的一個挑戰 那挑戰他所面對的就是 聯合國他們所希望的全球健康 希望能夠走下這個 Affordable and Available 是可盡性 然後而且是可 可承 經濟上可承擔的 然後 Equality and Equality 就是平等 而且說是有品質的 那 而且是能夠做過促進 也就是健康 prevention 然後預防疾病出現 prevention prevention 那可是這些下來 比如說台灣 有些地方做到 可是就是創校還原 有些地方 可能就是真的做不到 我們可以把這些問題 稍微反映出來一下 那 當然也不知道說 講的說 可能說 哇台灣因為這樣子 可能就造出 大家就會忘記出來 不用 我們可以說 我們現在就要做這樣的挑戰 台灣的確有 有些可以從這樣的一個經驗 這路上 我們希望能夠做到說 大家都能平等就義 但是會有哪些問題 表現出來 更正等的 下一階段的克服 好 這些都可以在 這個醫療展規 稍微講出來一下 好 我想這是一個醫療展規 我們說 分享經驗給 其他國家去做學習 一個可以思考的點 我認為是這樣 那 這個 這個條回答了有點久 那另外就是說 看診 跟外國有什麼不同的特性 好 這位朋友我要跟你講 其實 醫療的 knowledge 在全球來說 其實都差不多 我們當然是學習 我們台灣學習醫療 那 跟那個 美國學習醫療 跟英國學習醫療 是不是沒有什麼這樣不一樣 那都是專業知識 那就是全球共享的 那就是就是說 我們再從 那就是說 看診 基本流程其實都是一樣 但是就是說 我們在台灣 那當然因為有地域性 地區 有 有地區性 然後有自己的歷史 所以我在某些經驗上 我會比其他能有防整 第二 就是在 在高陰 杜聰明博士 對於蛇毒的研究 在別的國家 可能拉谷是個熱帶 或亞熱帶國家 可能沒有這麼多毒毒蛇 可能就對蛇毒 當然就不需要什麼研究 但是在一些 未開發國家的話 也在一些蟲林 國家 他們可能醫療性 不是那麼可夠 那當然對於說 一個急診 他們急診 來一個病人 可能被蛇人咬傷 他們的反應是不能夠 跟台灣一樣 那這個部分就是 我們可以稍微分享一下 我們的經驗 還有我們的研究 這樣子 那其他的 看一下 WHA WHA不參加 有何問題 這我剛才花很大篇幅 講過了 你不參加的話 有些資訊就落後 我自己在醫院 我知道 一個認真的 住院醫師 跟一個不認真的 住院醫師 過了幾年會有參加 看一個學術會 你有沒有常去參加 因為學術會 都會講的是 最新的知識 就像是在大學裡面 你那個 常常有些 外國 常常有些外賓 來的講座 可能帶出最新的 姿勢來 或最新的趨勢來 可是如果你常常 沒有去聽 還有常常去聽的人 那絕對程度是很長 那這個WHA其實 你也在那邊 那除了說是 各國代表去承包 自己國內的狀況之外 那同時也是很多專家 高手 尤其在那邊的地方 那所以我們 就算觀察員也好 我們也要說 去聽最新的知識 最新的情況 然後甚至說 有什麼疫情 在什麼地方爆發 我們都要去更新 像什麼去年 就是什麼資產病毒 這些只是防疫的一些重點 我們去更新這些知識的話 成能夠對我們的 國內的健康衛生去顧及責任 所以說 外面的資訊都 都隔絕 那等到疫情 到我們最後來的時候 It's too late 太慢了 所以說 更新這些知識其實很重要 那更新之中 可能跟別國 有一些資訊上的交流 那這也是好的 然後另外就是 就是大家也是說一些 主權面關係上的議題 那我覺得 因為我本身是醫療的人 那我就想說 醫療這樣子 還是一樣 防疫無漏洞 全球四個 防疫地球是圓的 就是這麼可以 他們的概念 我補充一下 我覺得 好像被世界看到 對我來說的想法 並不是因為 因為我們自衛 我覺得 我的想法其實 是 我自己有幾個生命經驗是這樣 第一個事情是 我過去 在那個大學的時候 在我的學長期 各位知道 現在其實 台灣的整個 教育宇宙學歷的大學 大家知道 留學歷是下降的嗎 現在留學生怎麼說是下降 那台灣學生現在 我覺得意義其實 跟剛剛的醫療去參與 如果你的 這個留學生如果下降的話 你能夠帶回來的 新資訊 肯定是下降的 這是 這是絕對的 那我覺得 台灣不用 一直被看得好 對我來講 它是世界性的 就是 對WHA來講 它有專業上的 需求 我們自己專業的 領導是有需求 我覺得 這時候 也許世界的策展 或者一個比較 閃擊性的行動 是可以進入 我們的公民化 可以嘗試 或者是像 有一些奧運 等等 所以對我來講 其實 另外一點 其實是 你 其實越能夠 越做這樣的人 的進度 它能夠 越能夠代表 其實台灣是一個 的特性 那我自己有一個 比較奇特的經驗 就是來自於 米蘭的時候 其實我在米蘭的時候 是 常常被打槍的 就常常被 那個 當地的美食部落客啊 米蘭市任務啊 打槍的 因為有時候 你要跟人家溝通的時候 你以為 你這邊帶著好東西 人家不覺得是 那有時候 其實是文化雜誼 不可否認 但很多時候 其實 確實是 它確實指證 你的問題 它也確實指證 你的問題 就是 包含詞路上 那我覺得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 就像那邊鏡子一樣 也許需要更多 就是 他們到底最後 能夠我們 競爭力的東西 會是什麼 那 這個可能是一個 比較特別的一個 方法 或經驗 這是對我來講 至於其實 我覺得政府來講的角色呢 我覺得政府來講 嗯 妨礙大概有點難 跳得出來 就是說 我覺得 我常常跟政府 往來 花好多力氣 然後最後都沒有答案 對 那我覺得 應該大家都有很多這樣的經驗 就是這個 應該不用罪述 所以 我覺得在這裏面政府 就是 對我來說不一定是最重要的 可是最重要的其實是 現在我們 我們要呈現這個 現在 台灣如果作為 某一個行動上的代表 它還能夠呈現 什麼 可以 來吧 放下去 再多一點 謝謝 很感謝那個 Lavis Pica 這個完整的 分享 那 我想 分享一下我之前的 就是 因為我一直有 我是醫療 中相關長員 所以我一直有 有關注這個 那 記得去年 就是 Domination O 這個 就被罰署 還會罰罰 關卡員這個 這件事情 這個時段 我曾經聽過一個 就是住 Unawa的 就是退休的 那個大使 他曾經說過 一句話 他說 呃 來參加 就是 來就是會 我們他們 或者是看熱鬧的 就說 你們台灣只會這樣子吵而已 你們還會做什麼樣子的事情 來呈現 對 所以我當時候聽到那句話 真的很難過 但是 今天聽到演講 那只要我辦這樣整個 一系列的 一個演講真的是 讓我覺得很感動 那我從剛剛兩位聽的一個 一個內容 因為我自己有些想法 就是 呃 今年2018的那個 那個主題的呈現 應該已經定不掉了 那是不是就是在那個 體驗 就是看診的這個表情 也可以呈現就是在 時間的這個 這個糖胺看診的方便性 應該也是一個特點 所以 處就是在健保的這個 cover rate 是比較高的一點 那 另外幾個可以呈現的主題 呃 我想到的就是在那個 糖胺research的 這一塊的幾個主題 包括 糖胺疾病也曾經是一個 也是一個主題 然後 那 那 十二讀也是 我覺得這些都是 嗯 糖胺研究的一個 一個 一個 很 暗 那個 比較 卓越表現的地方 那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方向 那 其他的比較 因為我覺得台灣醫療比較難呈現的是 因為我覺得台灣最美的 的 東西就是 人這個部分 那我們的 業務的部分就是在人 所以 醫療人員的付出嘛 就這不是科技上面 因為科技上設備那些 一定是歐美戰 就是 比較 比較有優勢 但是怎樣去呈現 台灣醫療人員的付出這一塊 我覺得比較具有挑戰性的 那除了剛剛講的研究的部分以外 我覺得另外一些可以呈現的重點 就是像幾個詹音 就是 那個 之前的那個巴仙 巴仙城邦那個也是 那個也是 我知道那一件事情 就是大家打了一個很 很棒的一個詹音 然後WHO應該也有邀過 我們的醫師過去做Festation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很定 台灣的很定 這一塊的那個照顧 是一個重點 也是已經被了不起過去 但是因為是被打不掉的 那這是我一個一些經驗上面的方向 謝謝 這是有要合理的嗎 我們要回應 兩位兩者好 做一個那件就是 疾病環境所的工作 做一個一個工作 那我很好奇就是 我可以在這個案例中提供什麼樣的解剖 就是 因為我實在是一般的工作 就是 醫師剛剛講的 我大概都 大概知道一些東西 但 其實我不知道 我如何在這次的展覽 可以從 可以提供師看我的一些 謝謝 謝謝 醫師您好 剛剛其實我想問的問題是 就是 剛剛蘇寧設計師 還有設計師 還是建議 就是 剛剛提到 台灣的醫療資源是第三名 其實我是 我的態度是 我不太相信的 然後 所以 我是想要知道這個 資訊的來源 跟他的 評比的資料是什麼 這樣子 然後 其實 剛剛有 其他 就是 提出說 為什麼要 就是 就是 該怎麼說服大家 然後 去 加入這個WHA 然後 嗯 我的想法是說 雖然 以各種專業角度來說 完全是 對著 就是大家的健康很好 但是 因為這個太專業了 專業到大家 不知道這個的重要性 就舉一個例子 就是 台灣沒有辦法 以國家的身份 進入海牙的國際法庭 對 然後所以 台灣很多國際 就是 國際上的問題 或者是 面對中國的打擾 我們是沒有辦法 在國際法庭上面發生的 對 然後 這些 但是 嗯 因為我是有 去過海洋 所以 才知道說 原來發生這件事情 然後 其實中國也有 非常積極 非常正義的 律師 來共同創辦這個 國際法庭 這樣子 然後 但是 因為我們被打壓 所以沒有辦法進入 來 做這些 國際上面的問題 的發生 然後 一樣的事情就是 台灣也沒有辦法 以國家的立場 進入WHO 或是WHA 然後 但是要怎麼 大家 就是 可以懂的方式 然後讓大家 有感 對 然後 再來是 然後 我本身是 現在在醫院實習 這樣子 然後 在接受教育的 就是 有學過的東西 但我 就是 還沒進入大學以前 我是認為 台灣的健保真的很猛 但是進入大學 學習了一些更新的 之後我發現 健保不可能倒 因為健保就是政府要創藍的 要創出來 健保不可能倒 因為 只要他再收錢 就會 有二代健保 然後 有盈癒了以後 又虧損 再三代健保 又虧損再四代健保 就是大家不斷在 多付錢 多付錢 但是 這一個 我不認為這個是 烏托邦的挑戰 因為 資源是有限的 但是我們想要讓這個資源 分配得更公平 但是 現在 資訊料有 大家也知道 台灣的成家查區 還有醫療資源 分配其實是大的不群 這樣子 然後不群到 嗯 可能 例如說 診所好了 有診所會 會以自費為毀碳的收益標準 然後 那是有了別的診所 它是比較 傳統式的 然後 會做比較基礎的醫療 這樣子 然後 他們都可以講的很好聽 就是 嗯 我是 為了生活 我是 客群 要找到屬於自己的客群 但事實上是 嗯 我認為這個資助定的不好 為什麼不好 因為 醫生 可能 獲得的酬勞 比以前的低 可是 勞力還是一樣的 付出這麼多 然後 但是 我相信 真的有很多家庭 受到健保的 其實 恩吃 我這樣講 因為健保 真的救了蠻多的 就是 動大手術的家庭 然後 但是 這個資助 一定有很多發覺 下面就是 我們 就是 同學就會去說 為什麼 隔壁國家 不是以外國人的身份 來 參與健保 對 然後還有 為什麼 在外面國家 然後 醫生他們拿的酬勞這麼高 可能在台灣拿的酬勞這麼低 對 然後 然後 但是這個 取代之的是 就是 這些科學的發展 然後這些專業知識法 就是 要有成本的 然後這些 科學發展的成本 就是 不可能 就是 不衷生有 然後如果 就是可能有的人希望 醫藥可以普及 那有的人希望 醫藥可以進步 這必須取得平衡 然後 我自己的想法是說 就是健康 這個健康 然後 然後什麼 生存權 應該是 非常基本的事情 對 但是 如果 因為 這個健康或是 生存權 然後打壓到 就是 醫療科學發展 那台灣 真的是 就是 制度定的 不夠好 然後所以才必須在 那麼有限的資源 然後又 不夠有效的利用 可以這樣 然後所以 嗯 我認為就是 WHA這一個 東西真的 如果 很有效的推廣給 給大家的話 可能會是很好的幫助 這樣子 然後 對 無價強之好是剛剛 前三名 第三名那一個 的資料來源 謝謝 呃 剛剛 那個 世界資料 那個資料來源 它是來自於 那個世界華人走看 那它華人走看裡面 引用的資料 是來自於國家地域頻道的紀錄片 它提起那個 台灣在200家 全球 的醫院裡面 台灣在40家 所以那個第三 其實它不是一個 研究性的產生的 那個 屏蔽其實 不能說是一個 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 不能說是一個 比較嚴謹的屏蔽 它比較像是一個 企劃 它去企劃的內容 裡面 它做出了一個 基本的排列 但在過去 確實在前輩的 整個 醫療體系 跟 呃 前輩作為醫生們 其實確實對自己的 那個 醫療的 服務其實是 引以為傲 所以 這是 非常非常大的 想法 就是它來源自來自 有話來講 OK 我回應了 剛才最後一位 呃 提問者的問題 那你講的沒有錯 就是說 健保的確是有些問題 甚至它 這個健保 但是呢 遠處是有點 政治性在 它有點那個 政治 政治 從事在 那其實 這個其實就是 現在到內政的 這個 會讓我想到 就是蘇明在 上場演講 他所提到的嘛 從外交回來看雷震 但是就是 我們要注意到說 我們做這件事情 我們的目的在哪裡 的確 健保的時候 需要檢討的地方 我自己做 一勞盟的 當然 of course 該罵的 我們做的時候都會罵 然後就是說 該去 政治場面去爭取 我們都會去爭 但是在外交的部分 就是說 你 對別人外面的宣傳 然後再分享 我們的經驗的時候 你有說法要怎麼去改變 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這是什麼事情 這裡最 一開始 齁 那我講到說 不能夠以一個國家 的身份 然後加入 WHA 你問 我 我不太清楚 你說問題的那個 點到底是什麼 不太清楚說 是不是說只要我們能夠進去 然後可是 不是有國家的身份 進去你也覺得 比較不好 OK 這anyway 我也贊成說 若可以我們當然是以一個 國家的身份去進去 這樣的那個 世界學術答案 of course 那 這個部分 齁 我有個 我再分享個故事好了 就是我們來講 我們的好鄰居中國 那基本上就是因為台灣跟 中國其實 那台灣齁 是屬於一種在國際上 不分成 他的確有實際上自己的 政治的主 政治的主體 這樣子 齁 所以說台灣那個 什麼 這個 就是說這個 中國很多政治上的國際 實際上 並沒有辦法去開設台灣的內政 實際上是這樣子 齁 那 然後就是說 欸 那這種情況之下 我講中國的一個 狀況齁 台灣承報自己的數字的時候 齁 在很多學術的國頁上 或者說在過去 官場園的時候 那承報自己的數 當然就是照一個 世界的一個 準則 齁 就承報可能自己的 被結核啊 自己的癌症病啊 自己的癌症病啊 自己的流感啊 甚至發生承報 那個時候的 數字出來 那都是按照 國際段的時候去承報 那在中國的話 我拿中國的 所謂的HIV 中國的癌症病 齁 好 HIV 是一個 每個國家齁 所共同要面對的一個 醫療經濟的問題 那雖然說 治療其實現在來說 都已經達到 一個 對病患來說 可以 可以說讓自己 只要接受治療的話 能夠讓自己齁 讓病人 他一般人 他的存活率 其實是一樣的 那大家都 變成說 不會是死癌症病 而是說是一個 跟一般的老年人 一樣的 疾病分布的原因 齁 那我所要講的就是說 齁 中國在承報這些數字 其實是太多不誠實 甚至會被WHO 會列為說 黑暗瘟 這樣子 我們說疾病的診斷率 齁 疾病人的診斷率 那每個國家說 所謂的疾病人的診斷率 我診斷一個疾病 齁 那他當然是說 欸我疾病的診斷率 因為我確實被診斷出來的 數字 齁 作為分子 那分五到底是什麼 那就是可能 就是全部都包含說 被診斷出來的病人 以及說 可能潛在會被診斷出來的病人 那他其實 WHO有 有他們自己 一系列的參考用的公司 齁 他們是說 有些病人 他太晚被診斷出來的 可能就是 當時診斷工具齁 沒有說 呃 確實把他診斷出來 這種 都會被列為 齁 轉換一些公司之後 一些舉證把它轉換出來 列為一個 分母這樣 但是像中國這樣的國家 他已經是一個 會員國 會員國 那他怎麼做呢 他承報數據 都說他自己 國家的診斷率 其實不只一區 其他級別也是一樣 他最近診斷率是百分之百 這百分之百 這百分之百是 怎麼來的 他說 每一個 地區 齁 我的母親都設收 我們每年都抓兩千例 只要兩千 然後 只要說齁 我們這個診斷 就是這個疾病診斷 就是HIV 我終於說 我終於抓出一百個HIV的診斷 之後 那超出的 可能會比較輕 抬得多對不對 一個百把他吐掉 然後 沉默到 WHA去 那我所要講就是說 如果 我們 這樣子 痾 這樣的 這樣的國家 能夠再 叫做 WHO 或 叫做 WHA 這樣的呈現 然後我們 卻沒有這樣的資格 覺得 合理 他們 他們不透明 他們不透明 然後我們 是很透明很誠實的 這樣合理嗎 這也是 National重暴風 及中國的一個理由 去年被一個降風 好 所以說 這是做 這是個對等 的問題 然後也是說 我們這樣 這麼積極合作這個國家 那 那是 比別 比中國 更有資格 成為觀察員 甚至說 能夠進去 證取會員國的一個 我認為是 一個很重的原因 對等 可以資訊共享 這樣子 可以互相 跟你說 差略通能力 我也會互相監督 我認為是這樣子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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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個不是一個問題 是一個 回應 就是 大家講的東西 嗯 我是台北處人 在花蓮長大小 那在花蓮長大的時候 我那時候不覺得 花蓮 到底好善好水 在哪裡 因為我每天看到的就是海 就是我 我家都住 花蓮港旁邊 但是每天看到 就 就很無感 那 嗯 我後來出國 我後來出國留學不到 我在美國家還在法輪 走 然後 我那時候才會 跟進學說 如果 沒有自己 走出 那一個環境的時候 去跟別人 比較的話 你自己 不知道你自己人好 你自己 不知道你自己的價值在哪裡 那 那 剛剛樹林當中 就有提到 就是近年來 嗯 有學生 出國留學生的 留學 降低 那 我會 我會怕的一點就是說 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 我們 這幾年輕人 就不知道我們 價值在哪裡 因為我們不知道我們 台灣的 常數 台灣的好在哪裡 那 那 那就跟剛剛 有一個 有一個 就是 醫療 台灣的醫療 是 就是 不要自己跟 台灣的 不會 就是 我覺得這個就是 我們這次要 辦展的原因 就是 台灣的醫療是 它不是完美的 但是 它 它 它 無疾慾 就是 就是全面見法 因為我在美國看過的時候 有很多朋友圈 只要得很健疾病的話 他們 就要 小心募資 然後 沒有募資的 有一些 從沒有辦法 得到 相對的 秘藥資源 那 我是 就是在回國以後 我去年 嗯 我回國就大概 比我去年 就起來了 然後 我 經過了四次化療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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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此 接他八個月了 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 到來的時候 我 嗯 我 很興趣 我躺在變長的時候 我雖然很 很 很 皇后 但是我很慶幸 我 不是在美國的 我的隔壁的 我也不是在 嗯 開發中國獎隔壁的 我是在 醫療健全 嗯 真的是前段 前段版的 醫療前段版 世界前段版的 的 國家 發病 所以我那時候 我心是愛的 對 那 我現在 可以 一年後 發病一年後 我可以再 再跟大家講 然後 我也覺得 我覺得 謝謝 嗯 剛剛去看到那個 這個 在米蘭的那個世界 那我覺得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大陸是 什麼 為他感到驕傲 但是 想要去參加這個 這個 小H&A 我 真的是 心情就是 當不到 那 我懷疑說 嗯 那 我懷疑說 你們真的是在 為台灣人 真生命的幫忙嗎 我所知道的 這個 聯合國人 這樣子的 一個醫療的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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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機構 基本上 他是 基於拯救生命 那 台灣 在這一個 我所理解的 這種 強迫式的健保 嗯 唯一的 驕傲就是 在這個台灣的產業 在薪資水平裡面 保障最大的 一群工作者 那 在這樣子的 制度底下 這些人的薪資 然後 這麼多的 台灣產業 算 高薪資的 這個產業的 醫療從業人員 真的有在珍惜 台灣人的生命嗎 以洗腎為例 為什麼台灣人 需要這麼 會有這麼多人 需要洗腎 這是不健康的 這個國際社會看到嗎 台灣的多少人 活在洗腎的日子 這一種 對他們疾病的 這個世界組織 真的都沒有人看到嗎 台灣人的生命 要活在這樣子的日子 然後再矯正 健保會 去養一群 台灣產業 高薪資的產業的 這些從業的人 我想這才應該要 圖出給世界 衛生組織知道說 台灣人的生命 是怎麼樣在被招踏 在踏踏 應該把這個 提出 讓人家看到 人家才會知道說 喔 台灣需要有一個 被認可的一個政府機構 在關心這裡的人的生命 這才有意義吧 大概就是 要突顯 要把台灣 怎麼樣在吃東西 驕傲的一面給人家看 但是在台灣被虐待的 一面也要呈現給人家看 不虐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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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場洗澡的房間 的確啦 台灣的洗澡是因為一個議題 如果我們遲到我們這邊主見 我們先嘗試不僅僅的回答 我們台灣的確是健保 我再重新重複一下 台灣的確健保底下實在會有些問題 甚至就是說我們很多的配套政策沒有去做 在高齡人口之下 那在台灣的安寧醫療 反而台灣高齡人口之下 他的安寧醫療拿到之後長照政策 其實都配合還沒有做起來 但是在醫療之外 拿很多應該協助說 減少醫療資源浪費 以及說醫療的勞務能權 包括說醫師公司 護理師公司 這些職業健康的因素 其實都沒有一起配合得好 那所以才會造成今天這些問題 那當然就是說在國外要怎麼去呈現 這是一個技巧性的問題 你絕對不能夠說在國外說 臺灣挖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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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外交最機會就是說 你情緒性的表現 所以把臺灣講成我們說的味道 不可以這樣子 絕對不可以 當然我們要展現的是 臺灣積極 外交是幹嘛 我相信我這方面 我這方面已經算是外行的人 但是我相信這精神會不會變 就是說我們要展現 我們如何跟積極 別人合作 我們想要積極跟別人合作 我們有資訊加入給你 然後我們也需要你的資訊 那這種才是說跟別人爭取 合作的一個心態很關鍵 所以相信這次辦展所需要的挑戰 那在這個醫療的領域 在這個全球公共和設定 我們要怎麼去表達說 我想和自己合作 我希望你的資訊 我相信你也會需要 我們珍貴的經驗 互相共享 我認為就是這次展覽 我們會所要面臨的一個挑戰 改變 好 不知道大家 大家要問一下 來換是一個不錯的問題 就是因為上次我聽了 西陸的演講 然後我記得也聽到說 這次因為經費的關係 現在明天我有問款餐會 然後大家如果想要支持的話 是在歌歌上面 有在做幾支 幾支的方法 可以查 在歌歌平台上面也可以查得到 那我記得蘇田上次 有提到說 這次因為受限於場地 受限於性質 因為畢竟這個特免好的配置 它是 它跟米蘭不一樣的地方 它是一個專業的場地 而不是像世博會那樣 是開放給所有的人 就是大家想吃 就是因為食物是一個很好的 進入 了解文化的門檻 很低的門檻 那這個是專業的領域 所以它不是那麼容易進入的 然後加上這次經費 跟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記得好像 也有提到這次主要的目標 會所聽在媒體 所以這方面也不會幫我們 稍微補充一下 就是說 這次的展示 其實不是開放給所有的大眾 而是主要邀請外媒 或者是私 然後還有就是 除了這一點之外 因為這一次這樣一趟去 不是好幾十的人一起回去 那你有沒有設任何的目標 或是類似像KDI 這樣子的東西 就是活動事件結束之後 會達到最好的情況 會達到哪些成就 OK 嗯 測染目標 因為剛剛有提到 普遣如果台灣現在 遇到的醫療問題 當測染算立下操作 不過我們這次 可能沒有這樣來思考 不過我覺得這意見 其實 我剛剛是想很多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意見 其實也蠻好的 其實說明可以變成 另外一個測染的主軸 那另外這個展覽其實 還是開放的 只是我們 比起米蘭的時候 要更直接邀請記者 也就是說 其中有一個時段 叫媒體日 那民眾還是可以進來 可是其實內瓦人口 其實不多 在市區的話 它的 在5月的時候 又是連假 所以其實民眾 當然是開放 我們也開放整個歷史區 就是德法 都可以預約 我們還是可以讓他們預約 就是提早 在推特先做一個行銷 但是為什麼 剛剛一直在講媒體的事情 是 因為這一次 有兩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們核心價值先回到 這一次大會想討論的東西 然後裡面台灣哪一件事情 是可以分享給他們的 集中在這件事情 是可以分享給他們的 醫療的記者 關心大會的記者 是這一次鎖定的目標 我們希望有 20家以上的 國際記者 能夠關心這件事情 如果各位 其實有這樣的資源 也歡迎 等一下 就是拜託他們的協助 所以 這是一件事 就是我們KPI 其實這一次設定的就是 我們希望讓醫療專業 他們可以看到 為什麼台灣 必須要成為防疫區 也同時其實應該是 W9的會員之一 那這個其實要看記者的判斷 你沒辦法左右他的判斷 那記者知道我們會設定 怎樣 那再來就是說 這一次他策展 他跟其他的就是 傳遞方式 或者是 剛剛其實有 呃 朋友提到關於抗爭 我們的方式 嗯 我剛剛很簡報沒有講 但是 我們不見得 會直接在聯合國總統抗爭 那我們剛剛其實 也有在計劃 怎麼樣讓 本來就在聯合國 可以進去大會裡面的 呃 我們能夠聯繫到的人 然後他願意 把我們的一些數位資訊 帶進去 對 所以我們還是這一次 會focus在說 以台灣的現在所做得到的一些經驗下 我們為什麼 我想創造出一個 比較反差性的 就是為什麼這個地方 他不在 不是聯合國 或者不是W9的會員 我想創造這個反差 對 所以其實 呃 剛剛的那個 印象思考的策略 稍微不太一樣 然後這邊做一點補充 那至於我 那至於我 在這裡面還有什麼樣的可以 比較次要的話 我覺得第一件事情是 因為這個策展的雛形 跟米人不一樣的是 可能他會 有趣性的去 嘗試這個平台 所以這個展覽其實他希望可以 可以像加裝APP一樣 不斷的把這個品牌 變成台灣的一種形象 所以他其實是 我希望他是可以複製的 所以第一波裡面 即使因為資金受限 即使因為條件 物理的這個限制 即使只有幾天而已 我們希望他第一波裡面 這個形象 就可以先站穩 這是現在的方式 那以後他到了其他的地方 他其實比較代表的 其實是台灣在這一種 醫療性科學中 他能夠為世界其他各地的角落 多做點什麼 當然 他不是一個像 不過界醫生那樣 直接做救援的動作 他其實是 回到今天的主題 是我想分享的是 去建立一個台灣品牌的形象 那未來他可能是一個 廢業業品牌 他其實是通過 設計跟策展的方式 把原來我們很熱門的這種專業 所以他作為一個社會擴崩的一個 利器 這是今天可能的一個做錯的 謝謝 謝謝 應該沒有問題了吧 沒有 做錯的 沒有問題 我做錯的 對 好 沒有問題 我做錯的 沒有 應該沒有問題 還是這次的共同策展 沒有 因為網路沒傳到跟他 我說要 最後要做宣傳一下 我們需要什麼幫助 對 因為網路沒傳到 他會是 那個當然有個疾管局的 我們很需要 因為我們有找衛福部 要開會 外交部要開會 但是他們一直很忙 修改員說幫我們開會 然後有約 我們需要全部的 就衛福部 他們一聽到我們這個計劃的時候 就有講 就是想辦法找一些專業人員 來幫我們 把這一次衛福部有 做的這個線上 健康我們贊的一些資料 然後看怎麼跟我們測產業的資訊 能夠結合在一起 然後勸保 出去的資訊 資訊 這非常重要的東西 真的很需要 進展裡面的幫助 那 剛剛 朱銘已經講到 這是一個長期的IP 當初我們發想 甚至希望未來 能夠達到 吐蝠 很多世界上流行的國家 一起我們來處理 跟SNSWHO 那 包括就是 會這樣的參與 會這樣的去外面做 這需要 這個東西到底怎麼效果 其實是 當然就是有效 就剛剛講的 外交是一個積極性的動作 那 台灣現在 我剛剛前面開場的時候 我今天 還有跟他聊一下 就是說 其實我們在這次 辦的過程當中 很多人都有誤解 而是長輩 一些補派長輩 或是一些 那個 對 就是一些團體 會有一些誤解 他覺得說 這為什麼不是政府來做的事情 為什麼不是 那個外交部來的固錢 因為 這是中華美國政府 他們光是 本身在裡面的法規 一個限制不能在我們宣揚 跟台灣的主權有關 或是要獨立的這件事情 我們這很明確地講說 台灣未來是要說服 全世界 做一個預備準備 當你外偶跟台灣 成為一個正式的國家的時候 全世界為什麼要支持你加入 大家可以說 當然很多人講說 當你有機會 建國獨立的時候 你就會自然加入成本國 所以你就會加入 全國聯合組織 在這個問題當中 不是那麼單純的事情 你在前面就要做獨層 到前面就要去做連結 但很多世界人在準備成功的時候 要準備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很多人要站出來支持 台灣政府會幫你做 不會 我剛剛舉個例 很多人都不知道 下次有機會提到請 受害者來講 2015還16年的時候 一個軍人在聯合上 宣布說 他支持台銀 立刻被開除 這就是台灣 現在法規上的限制 很多公園如果你想這樣做 你就直接被受這種制裁 所以其實台灣在 要我們要宣揚這個事情 真的是能由下而上來做 那當我們發現 這更多的時候 就要把這知識跟經驗 給傳遞更多的 要連結在一起 做最無效的事情 那所以我們在這一次的 過程當中 這個用這種集資 跟這個目的 就是一個嘗試 他不管多小 都跟蘇明講 我們就是要不讓他開花 他先從這個小花 慢慢長成一個大樹 我們台灣要從 由下而上來去發起 才有可能去做 我們未來 希望成為一個正常的國家 那 所以有什麼幫忙 我們需要自公 歐洲的自公 到時候都要做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關注 還能夠聯繫蘇明 然後看我們的 活動的平台 傳訊給我們 那有各式各樣的方法都好 不是只有錢 我們需要國際上的自公 還有需要長期的 一起合作的支持者 因為國恩出錢來處理 我們需要建成一個 長遠團隊 然後未來成為長期的 把它變成一個 就是一個平台 然後不斷去推動 公民外交這件事情 來做一個補充 謝謝麗太 因為其實 那就回到今天的主題 如果做個小表情 因為我們會規劃 設計國家鋪排 這個系列 就是因為覺得 面對現在國際建築 其實 由設計來講 有很多可以談的 我們可以 比如說談建築 我們可以談女士 音樂 電影 甚至是產品 設計書 不只是把東西做漂亮 我們希望從這個角度 提升到國家的角度去 然後怎麼樣去設計 國家做為一個品牌 在國際上的形象 然後如何跟其他國家的人 做更有效的溝通 這個其實是需要設計來介入 那我蠻喜歡上次 而你也這樣說 今天要請你講的就是 我們可以 用這個方式 在國際上 用一個 我記得你講 好像是用一個比較華麗的姿態去 對抗現代 你可以再講一遍 去對抗現代 去對抗現代 那些方式 因為 因為那時候 有人問說 因為我現在我在背光 然後就有人問我 說 我記得 就是有人問我 因為唐人可能其實會王府 對 然後我就說 其實我是一個 我是一個積極主力 但其實我也 有一點 有時候有一些黑色的玩笑 然後我就回答說 就是說 也許有人會王府 可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只要有一點機會 就是要給台灣 一個華麗的轉身 好 這也會這樣很好 好